大家好,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,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。 既然是乐评,那就无需繁琐、赘言,直接进入主题。 本视频将依照昨晚央视终究晚会上十组歌手的出场选序来依次点评, 在排名上不分先后和高低,第一首阿云嘎,萨鼎鼎,念奴骄,中秋, 萨鼎鼎的唱腔有内敛内收的迹象,少了往日的妖魅,多了一丝优雅的静谜。 阿云嘎轻涉透亮的高音依然是神一般的存在,他唱及歌来总是国风浓郁, 点牙考究,第二首李玉刚,把酒问月,李玉刚的国风唱腔早已自唱一戏, 绵绵悠长的琴丝搭配上他那种鼠井般的音色, 总能让你感受一种梦回大唐盛世时的妖妖和幽怨。 这首《把酒问月》,李玉刚依旧是套用万丈红尘之词, 去憧憬天宫中的彩彩迷伤。 当他唱到副歌的时候,李玉刚的女生品早已经让我们忘了今夕时何年。 第三首《凌花》、汪苏龙、汪星辰。 凌花的唱腔一如既往的挥鸿大气,虽然这首歌由他领唱, 不过真正的主唱似乎成了江苏龙,他分到了一样多的词, 还唱了一大段的Rap,这样曾益情何以堪。 汪苏龙唱得好,以后还是让曾益来唱的吧。 第四首《尚文杰》、游仙莹。 在央视舞台上游仙莹对于尚文杰而言就是一种及时的幸运救赎。 当他舍弃了自己一贯执迷的花俏唱技, 回到本尊的嗓音状态时,反而唱得生生如耳。 略带雌性的女嗓,依然是他真正的成名绝学。 第五首《李荣浩》、《爸爸妈妈》。 这首歌是李荣浩作品中的一枚遗珠, 真的很能展现他的音乐唱作风格。 这首歌写着平淡似水的回忆, 却唤醒了广大听众们儿时的记忆。 当父母真爱的共情来袭, 每一句歌词都变得一一生辉,璀璨如佐。 第六首《刘凯威》、麦嘉欣、 《小城市故乡》。 刘凯威不仅帅,还特能唱, 一丝沧桑,一丝酷炼, 就能够在他的歌声里尽情诉说, 相情之忧酷。 当刘凯威绅士的牵起麦嘉欣的手, 相思和相思踩下眉头,却上心头。 第七首《周深》。 外行听热闹,内行听门道。 周深这首歌其实才是真正的大事级别的演唱, 每一个英文单词里面的音乐内涵, 都被他嚼得粒粒声香。 而音准和力动更是强得不可思议, 周深探索未知音乐的勇气和自信, 会让他以后的音乐之路变得无限辽阔。 第八首《金晨》。 海莱阿牧别知己。 如果说金晨没得不像话, 那海莱就是唱得好的不像话。 金晨的声线很甜, 而海莱的声线很咸。 当甜与咸在碰胀后融合, 这音乐变成了一种美食佳肴。 海莱阿牧凭着才华终于摇红了。 第九首《毛补业》。 平凡的一天, 毛补业已快成音乐大师了, 他淡薄的声音总能与听众产生共鸣, 这种大道质简的唱腔, 让音乐的朴实无华变得不再遥远。 毛补业的唱作和演唱都很接地气, 他已经成了华语乐团一个神奇的存在。 第十首《王耀庆》。 《山依纯》《推开世界的门》。 听过杨乃文在2019年歌手中的原唱版, 当时也没觉得有多好听, 而且总觉得歌词里面有很多旋律, 转成畜, 曲谱, 很生硬, 流畅度不够。 没想到, 《王耀庆》和《山依纯》的中秋版居然改变得这么好听, 旋律上甚至是有了一种让人忘记的丝滑感, 这边曲真是太牛了。 《山依纯》同样是越来越大师版了, 《明言》的嗓音在甜度和咸度的双相加之下, 丝滑的让你欲罢不能。 沉沦期间, 在咬字和律动上, 《山依纯》也总是能加轻就熟, 同样的一句歌词和一段旋律, 它总能抽丝薄茧, 激发出每一处音乐的眉感, 还常常在声音的旋律转程处, 加入适当的唱腔和技巧, 或用笔音, 或用转音, 或用弃音, 或用咬字轻重上的拿捏, 让每一个音节都爆发出最大的音乐眉感, 用音乐上的悟性和技巧, 去拯救一首歌曲当中的每一个音节, 就如同画家用每一笔, 笔尖上的泼墨, 去完成每一幅画的构思和临笔, 这样的山依纯, 注定会成为华语乐坛的一代传奇天后。 好的,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十一代电影大世界, 敬请关注。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